我们在北投 是这个导览老师更加的热门 然后呢 导览员以后可以打知名度 会有粉丝 所以在网路上 你可以选我要这个 你的导览 还是另外一个这个萧老师的导览 每个导览员都有自己的style 其实像很多的 这一类的志工组织 他们的导览员 也都有各种不同的形态 所以我们将来说明 你会有机会赚另外一种钱 所以如果这个人 他从网路上download 一个你的导览 每一个你可以抽五毛钱 这样好不好 所以生机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如果有时间 他还会是希望有人的导览 因为那样很活泼 那机器的导览是一种补助 我想北投就是这样 大部分他们还是第一优先 是希望有人的导览 然后财赤 实在人不够了 机器的导览 人不方便的时间 机器的导览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你问的问题也很拭目 因为我们入导非常多的导览老师 所以这个机会消毒 一起来反弹的声音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样 我们的生意 是不是就很牵涉 用我们自己的观念 我们自己去到一个地方 我们会希望都是机器的导览吗 我们有些人的可爱 是机器无法取代 这个你要叫你的导览老师有信心 整齐的那一页加上的就是工具 对 我觉得就是像一个 老师昨天有分享到就是说 像导览的工具是在我们不能说的时候 替代跟辅助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观光客 可能除了美国人 美语系的国家之外 可能会有一些是欧洲系的国家 它可能需要讲到的是德语 或者是日语的国家 那这些我们当地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可是我觉得这些机器 它可以代替我们去做 甚至于有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都很忙的时候 同样的时间又突然来了一个团体 可是我的导览源不够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设备就可以用到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呢 讲的很好 就是这样 还有别的问题 我再容许几分钟 把最后的五分钟 OK 我赶快做个结束 在各位的讲义的最后面 我有列出来一些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点 我认为我还是需要很尽责的 把它go through 一下 对不起我时间控制不好 请原谅 我觉得ICT的重要考量 在各位的这一页里面 我觉得如果从整个区域来看 我们会很注意 是不是有人愿意再投资 是不是这些ICT的应用 有解决地区的问题 所以各位很可能就会开始做一些整体的规划 跟你的辅导团队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 这些ICT是不是真的最优先的 可以来解决我们地区的各种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的投资金额 可以有外地或是本地来增加 是不是可以来让我们的营运更繁荣 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 可以让我们继续违运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非常不希望有一些ICT的投资 变成文字馆 文字解说员 文字公共资讯站 我相信你也不希望 对不对 所以要想清楚 每一个投资下去 将来的维护费是谁出 有人可以来维护吗 维护多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务必什么都忘记了都可以 但是请你记住这一点 一定要考虑到维运的问题 那我想整个计划 在各位未来推动的时候 会有相关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自作为非常愿意提供 这一类的跟辅导团队 共同一起来做 那我觉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 每一个区域在发展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一些东西 是我自己心里的声音 这是我今天早上临时提出来的 我认为我们自己一定要团结起来 才有办法让辅导团队来辅导 ICT没有办法协助你做好组织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强烈的认为 这个组织面的团结是一定要有的 第二个是要合法化 第三个要鼓励第二代的年轻人愿意投入 通常最好的组合是一个很有力的中年以上的领导者 加上至少一两个年轻人 他可以去跑腿跟去执行 这样对地方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第四个虽然现在有一些商圈 已经开始做ICT的计划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问我 怎么没有选到我啊 我觉得没有选到你 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哦 你要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的去准备好我们自己的数位应用能力 有一些做基础一化的课 不管是商业是开的 或者是像经济部的中华企业主开的 缩减数位落差的开运团 让大家都去参加 把自己数位应用的能力弄好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说要enable 那就是要有能力 那个能力就要自己培养 这一点 做好我们自己的数位内容 你自己的商圈 你自己的店 你自己的故乡 只有你自己知道他的故事 只有你自己讲得好这个故事 我们要ready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乡镇 他过去做了很多事 拍了很多影片 写了很多书 但是如果你要叫他把数位内容拿出来的时候 哦可能在张三那里 可能在李四的资讯公司 你找不到的 搜集 整理 甚至找我们自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赋予这些数位内容更深厚的意涵 整理好变成是电脑可以读的 那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准备工作 我们鼓励我们的辅导船队 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事情 让他demonstrate 受完训以后 他能够展示说我会了 你才给他结业证数 以前我有个好朋友 他在公司里面担任电脑主管 他就是上个新系统的时候 就让这个员工都来上过系统会操作 好这台电脑才让你搬回家 我觉得我们数位内容是要自己做的 别人没有办法代劳 这个要准备好 另外凝聚我们自己对地方的愿景跟共识 然后接受辅导团队专家辅导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所以您现在需要很多的资讯 知道已经有哪些人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除了透过我们自己的商圈总顾问 资策卫这边的计划办公室之外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地利用今天跟明天 至少每一个ICT的摊位 都要去造访过 去体验一下 你真正知道 做一些评估 昨天有一个商圈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 这次电脑很好 我去看 我可以用哪个哪个 我就把我的管政府的人 把他拿去 县政府说他有资源 我支持我 今天我们有很多 县市政府的好朋友在这里 我也强力地要求你们去了解一下 从你们整个县市父母观的角度来看看 你怎么规划你的城市 成为一个更丰富的 更吸引人的 更有魅力的城市 我耽误了各位不少的时间 请你们原谅 谢谢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老师 今天精彩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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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